你好,我是王树逸老师 这个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啊 前两天有同学问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在做开题,做准备 老师呢,给了他很长的一段时间 让他去选题 他那选了几个题 选完之后啊,给老师发过去之后 咬无音信 后来他有些这个急啊 就发信崔老师,挨了一桶骂 他问我这为什么,对吧 为什么这个,我这个把题目啊 辛辛苦苦选出来 老师不但没有任何的这个褒奖和表扬 然后还对我很不满意 我整个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啊 我说那主要是因为 你之前没看我写的文章啊 当然考虑到现在有同学 确实这个看文章啊 不太习惯啊 那咱们呢,今天就用视频的方式 再来给你讲一讲这个问题 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 像这种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 然后呢,就很容易在这儿去踩坑 老师不是让你拿过来几个题目啊 孤零零的往那一放 哎,老师,你看 我这选几个题目怎么样 我这么跟你说 老师啊,他即便是想帮你来看这几个题目怎么样 他也不可能做得到 为什么?你提交的时候需要有一个验证过程 如果你不验证,那老师就得替你验证 开题开题写毕业论文是谁的毕业论文 是你的呀 所以这个事应该你来做呀 你自己该干的事不做啊 你扔给老师,那老师能开心吗? 老师是要看你整个的对这个选题的验证性分析 是不是做的符合规范 如果这些都没问题 那你选出来的题目十有八九也是靠谱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啊 你需要从哪些方面来做验证 三个方面啊,分别是什么 第一,价值 第二,必要性 第三,靠谱 那咱们下面就分别来说说 第一,价值 什么叫价值呢? 就是你现在不管你最后选出来一个什么题目 这个题目最后咱们做出来以后啊 至少啊,得对于你的读者来说 能有一些用啊 这个用可以是各种方面的 包括给他一些提示 激发他的想法 包括给他提供一些这个素材数据 有利于他在往后的研究 或者是你得出来的一些结论建议 可以应用在他的实践当中 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些都叫做价值 说白了就是你做这个毕业论文 干和不干对于你将来的潜在读者来说 不一样 这就叫有价值 反之啊,说我这个 我这论文写 扬扬万言啊 当然了,有的毕业论文 这个像硕士博士的 万言是不够的啊 但不管怎么说 你写出来之后 读者读来啊 这个从头到尾读完 发现啊 一点用都没有啊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三个字 没价值 没价值的东西啊 然后呢 你还耗费了这个打印啊 需要纸啊 需要墨啊 对吧 那你就纯属是在对这个自然环境啊 以及一些这个 金钱时间进行浪费了 这个就不合适了 对吧 所以第一条你要判定有没有价值 那价值这个事你怎么看 实际上看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事 你需要从啊 学术界以内的成果和学术界以外 这两个角度 至少啊 先分成这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 你研究一个话题 你去一搜 你发现 哎 之前有很多人在类似的角度上 谈过他们对于一些事情的分析研究的结果 那证明了什么 证明这个选题 至少在人家当时啊 他们去这个发表论文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选题方向 这是学术界以内 但是这个并不全面 因为什么 万一你走在了时代的前头 对吧 你前面没有人对这个方向上 他发表过论文 这很有可能 我们今天各种各样的新概念层出不穷 好比说元宇宙刚出来的时候 对吧 你要发一篇文章 你先去文献库里检索 检索一看 哎 没人说这个元宇宙这个事 那是不是意味着你要讲这个话题 没有价值呢 于是你就放弃 那那显然是不合适 对吧 可是我们看到 现在很多实践 实际上是走在理论研究之先 你如果能在实践当中看到 哎 一个东西突然间爆火 对吧 比如说一些这个NFT呀 对吧 这个虚拟现实等等这些东西 哎 从而在这里看到 对于某些元宇宙方向上的研究很有用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了解这个事情的价值 所以分辨价值不能光看文献这一部分 还要看现实社会 现实情况 以及这些其他来源的一些资料 那么说完了价值 那么说完了价值 假设说你的选题通过了这第一步的验证 那下面咱们进入第二步 第二步是什么 叫做必要性 那怎么验证必要性呢 实际上也要回到文献当中 我们只要看一个事 就是我想做的这个题目 是不是已经被别人给做了 如果说已经被别人做了 我就没有必要再做一遍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需要把以前所有的文献啊 和你这个相比对的过程 因此他需要耗费时间呢 这也是为什么 你拿过来一个简单的题目给导师 导师会非常反感 你难道让我替你去这个文献库当中 一一去比对吗 这不是开玩笑吗 而且这里还有很多的问题 包括别人可能在题目当中 跟你研究的是一个事 但是人家用了不同的措辞 不同的术语 所以你还要对这样的情况进行甄别 因此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好在有了我之前给你推荐的 这个Illicit这款工具 使得你可以通过这种自然语言问答的方式 对于这些可能啊 他这个有很大相似性的问题 都能够把它抓取出来 可以在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 极大的节省你的时间消耗 当然这也是一个辅助的手段 我们还要看明白一个事是什么 就是有的同学会钻牛角尖 觉得呀 他虽然研究的跟我研究的问题 打算使用的方法 这个流程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和他的研究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的研究有必要 有什么差别呢 他是在南方某省市 他做了一个相关的调查和研究 我是准备在中国北方 好比说就在天津 我要在这儿做 那我的研究对象不同 是不是就意味着 他做的东西 虽然在我之前他已经发表了 但我依然值得做呢 我这个研究有没有必要性呢 我很遗憾的回答你 没有 为什么没有 是因为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好比说别人已经论证了 三角形的内角合是180度 你再干一件什么事呢 你去找了一个特殊的三角形 然后你去验证了它的内角合 也是180度 请问有用吗 这就叫重复的发明轮子 所以你看 如果你兴冲冲的找到一个选题 发现很热 这个很多人都在讨论有价值 然后你去问了一些身边的人 也觉得有价值 但是回到文献一看 不好意思 被别人截足先登 那这个时候 你就不太适合 拿它作为你的选题了 因为它没有必要进行研究 如果前两关都顺利通过 恭喜你 这个是很难得的 能找到一个这样 既有价值 又有研究必要的选题 但是别高兴的太早 因为后面还有第三关 第三关叫做是不是靠谱 什么叫是不是靠谱呢 这个事主要是针对于你 这个研究者来讲 我们都知道 做研究是需要很多条件的 对吧 你好比说 你要做一个天文的研究 你说我得放一个望远镜 到这个天上去 就韦伯望远镜那个类型的 你知道多少钱吗 对吧 所以如果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资金 你说我要做这么一个研究 那显然不靠谱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包括对于你自身的一些基础能力 也是有要求的 好比说你多少年都是学文科 跟IT一点都不沾边 突然之间你说我现在要做这个研究 这里面涉及到大量的这种这个数据分析 深度学习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东西 不是说这些方法本身有什么问题 而是你能不能掌握这些方法 要说前些年啊 对吧 那个时候好多机器学习 哪都必须你得对这些微积分非常了解 你才能够去编制相关的这个程序 去做这些应用 那那个时候 基本上这样的同学会被劝退 就是说这个 你别做这个题目了 太难 对吧 但是这两年发生了一个变化 就是深度学习啊 这个数据分析 这些领域给很多 我们说的这些 包括文科生在内的啊 对于IT 对于数学这些基础 并不了解的人 提供了一系列的方便 好用的基础性框架 例如我之前在文章当中 给你介绍过的 Fast AI 对吧 还有这个Pytorch等等 这一系列的东西 它使得你可以用几行代码 就完成过去 可能要几百行代码 才能做的东西 而且它把许多的细节 包裹在其中 使得你 即便是不了解 它内部的实现机理 也能够通过查询它的API 可以快速的 能够做出这样的应用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来说 别人如果质疑你 你就没学过高等数学 对吧 你怎么能够去做出 这样的这个深度学习 把它当成你的研究方法呢 这个时候 你可以论证 通过现在有这些的 这个相关的基础框架 给我提供了这样的能力 所以我也可以在我的研究当中 使用到这些复杂工具 这个不超出我的能力圈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说服你的导师 说服将来的开题小组 答辩委员会 那么大家就觉得 这看来确实是在你可以做的范围之内 避免别人觉得要么怕你玩不成 要么你做出来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东西是你自己做的嘛 对吧 这样的一些质疑 所以我们说 你要证明自己做这样的一个研究 是靠谱的 包括这些外部条件 还有你自身的掌握的技能 这些都得能够说服你的导师 以及将来开题的这个委员会 所以你看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你是要做刚才我们说的 这好几步的验证 当最后的结果全都是没问题 那么这样的一个时候 不管是你还是导师 都会对你的选题更加的有信心 有期待 我们来小结一下 在提交你的毕业论文选题给导师的时候 千万不要孤零零的摆几个题目就交过去 然后还在那边不耐烦的去催导师 这个是有可能造成一些很不好的后果的 怎么办 你在做认真的准备的同时 也要把你这个题目的验证过程 包括价值 必要性 靠谱程度 把这几点分别的论证出来 然后一起提交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相信导师就能够判定 你现在选的这个题目 是不是可以成为你真正的毕业论文选题 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 能够帮助你在开题和导师沟通的过程当中 少走弯路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点赞 转发评论和关注 我们下次见